行政院長蘇貞昌23號上午來到新竹市 視察剛剛完工啟用的新竹市高峰非營利幼兒園 蘇貞昌致辭時指出 政府為了落實0到6歲國家養的政策 將誘託經費從154億元增加到557億元 之後更將增加到850億元 民眾看到吃得到 可以減輕爸媽的育兒壓力 蔡總統就任查了150歲 現在已經557億了 最後 後年要增加到850億 各位請看 今天這個幼兒園高峰歸零地幼兒園 這麼漂亮 中央就協助5300萬 也就是用實際的經費改善了環境 而且增加原額 現在是所思惠學生就選民額 現在好了 就157個這麼好的環境 在新竹市兒童城市 所以我要給大家報告的是 這不是只有一間學校 不是只有一個幼兒園 而是全國同步 高峰飛隱匿幼兒園的興建經費 來自前瞻計畫改造教育環境 共花了約6000多萬元興建 純白色的外觀搭配北斜屋頂的校舍 萬如歐洲小鎮一般 新竹市政府強調 這一間校舍融合了自然的環境 希望給孩子最好的學習空間 對孩子來說 一個剛進入學習階段的孩子 進到這個幼兒園 他一定不會覺得很可怕 一進來會覺得 這像一個很有北歐風的小屋的感覺 而且我們周邊有很多的樹林 這有一個家的意象 另外我們現在所坐在這裡 開記者會的這個位置 它是一個戶外風雨活動的一個場域 也就是說 如果在當這個外面下雨的時候 其實這個地方 還是可以提供給孩子來使用 而且每一個教室的這個窗 都是可以打開的 落地窗都是可以打開的 所以它可以串連在一起 那另外在這個建築空間裡面 有很多可以讓孩子去探索的角落 那家裡有小小孩的都知道 這種魔術一般的這種角落 是孩子最喜歡的 那另外就是我剛剛提到 彈性靈活運用的使用的空間 當這個落地窗都打開的時候 整個場域都可以成為一個學習的空間 隨著年輕人的經濟負擔增加 很多年輕族群不敢生也不敢養 產生了少子化的現象 是社會未來的隱憂 因此近年來政府投入大筆的資源 增加幼托教育的福利 希望讓爸媽感生感養 凱布新竹林彥斌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